會登靈絕頂 一覽中山小 光明頂 陶傑 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聽到我的聲音 我想大家都擔心 我們會否走數 監製,是否只有我和你? 聽到我的聲音 因為說真的 在光明頂很少聽到我的聲音 聽到我的聲音通常都非比尋常 舉個例子 以往我通常都在抖腳 我這些偷培抹植 通常都是財子回來的時候 而今天我們相逢出擊 就真的相逢恨晚了 我想亦有很多聽眾都在等這一天 上個星期 我想有一件事就沸沸揚揚 其實都預告了 大家都知道鄰近地區裡有一位很出名的鋼琴家 發生了一些事情 這件事其實都沿起很多的討論 所以今天難得一定要越洋 你都知道 找陶傑其實都挺難的 你都知道我上個星期下了多少嘴頭 做到事了監製 終於都做到事了 好了,今天電話旁邊 我想應該接得到他了 喂,陶先生 喂,喂,喂 喂,喂 終於都找到你了 你不用這樣 喂,我放假的 我當然知道 這是你迫反勞工條例 我知道 我加上現在是日乾日白 下週三點 是 騷擾你的雅興 你也知道了,過到來當然不想煩香港這些瑣碎無聊事 為什麼你要選一宗李雲迪嫖妓事件 你給我說,你有什麼深層意識,很陰毒 不是 為英國退,脫勾,拜登拿著兩隻雙拳頭 拿著一雙拳頭15秒之外 我們看遠大的東西,對吧 我們想要跟才子找你 不,不要這麼說 我覺得成蒙以往陶先生的教導 淺就往深淚漢,深就往淺淚漢 軸就往這個雅裡面去看 我覺得這件事,普通人看一個表象 都是看到那些二四六八的東西 我總是覺得一定要有你 大哥,月揚,我知道你在這裡疏忽 不過怎樣,我也要扯你來講講 你不要誤會,這件事是這樣的 首先李雲迪是中國用二十年時間自己培養出的 說好中國故事的軟實力偶像 就不是英國殖民地培養 也不是美國調教 那你二十年自己磨劍,弄了一件這樣的 icon出來 自己為什麼會一下,一劍就納斃呢 磨到出血了 這個後面,這個後面當然有政治考量 而且李雲迪二十年沒有得罪過祖國 一路都外國 一路都外國 拿過獎,然後出過外國宣傳 近來又說要中國排外輸 這些東西,你為什麼親手摧毀自己的寶寶呢 所以沒鬼就不死得人 是不是因為跟李雲迪這位小弟弟一出道的時候 是很受我們以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先生的愛惜 因為那時候的副總理李南青、徐康迪這些 是很喜歡西方文化 尤其是江總是很喜歡古典音樂 那時候你也知道頭那千禧年前後 是興起一陣西方文化在中國的熱潮 包括古典音樂 現在被一群朝陽大媽一下湧上去 是撲散 其中什麼意思呢 就找些高明去判斷一下 還有這個朝陽大媽去揭發也是很奇怪 因為現在說李雲迪是嫖娼 首先要說說文化的東西 娼妓、娼妓兩種是不同的 性質是一樣的 什麼叫娼、什麼叫妓呢 有什麼不同呢 你知道嗎 你不要以為我知道 就是我有經驗 我們都是讀書的 你為何要找我呢 我才知道 你博覽群書 我文化人三大 不是 我三大漏集我都沒有 第一就是吃煙 第二喝酒 第三就是嫖娼 文化人 中國文化人三大漏集 我一樣都沒有 不過我有研究 你說一說就對了 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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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 俗稱是住家雞 所謂暗窗 你自己要按鐘仔 你去摸上門 他沒有deliveroo的 他不從外賣的 忌呢 就是拋頭外面 站街的 或者走來走家的 出門的就叫做忌 你知道嗎 所以廣州話 所以有個詞叫暗窗 暗窗就名記 所以廣州話以前有個叫老舉 什麼叫老舉呢 就是當個妓女在家裡 不是 就是一個酒家那裡 有班文化人 和廣州市長喝花酒 叫一個琵琶仔 拿著張花尖 走去那個妓女家裡 你把那個 俗稱龜公 就是那個琵琶仔 將妓女抱在樓 還要托在肩膀 那時候很威風 你知道嗎 這個叫老舉 你要把它舉起來 托在肩膀 然後由她的香歸走去酒家 知道嗎 所以這些叫歌妓 妓一定是 大声的 不是在家裡的 呼召獎 呼召就叫进 所以暗窗 這好豐富 嘩我們今天沒有 有些東北 Khanna 有些客戶女 有些海援走的老婆 有些是女教師 是不是 有些是香港闖老在香港搵食 自己是在屋頂寂寡難愛那些 這是暗窗 那我請問 李雲迪走去你说他嫖娃 嫖娼就是朝阳大妈,你看不到李文迪在街边跟妓女议嫁 你看不到的,你也看不到她不是在野总会,那种名妓 既然她按钟仔上门,难道你嫖朝阳大妈成为百姨婆 跟着上去,在房子看着她搞事然后给钱吗 对不对,何况很多钱流出来,这只暗窗有两分知识 我听上来,报道说是一万元,好像很贵 你怎么知道,暗窗你都知道了,香港的婚礼广告 少府春归寂忘能来,交友 你不让人家是李文迪的好朋友,好朋友 暗中我给了手机自动转张,又响应雷鼎明教授 你老友在大陆用手机,支付帮好东西 她哪样做错?她哪样做错? 我绝对同意 你朝阳大妈怎么知道,怎么知道我是嫖子 你看着我付钱,看着我港价 你放到床边目击 应援或者支持,可能对方在生活上有一些需要 她又觉得大家既然是朋友,那我又敢不敢支持她 我问你,李峰仔你定不定期交家用给你老婆? 我当然是交家用 那倒是,难道是口咬定,你老婆是你暗窗吗? 那倒是有名有法 那倒是我了,说冯志正的女友 不要紧要,冯太太不太介意 你得罪嫂子,不要紧要 但也对,李雲迪是未结婚的 如果真的跟女朋友一起吃饭 不过集体一起买货 我们每个月就买回一万元家用同居钱都合理 你煲到这么大,无端端你举国之力 当她是刘少奇的批斗 最好笑的就是连微博都封了 他想出来辩论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制度是他自己积极拥护的 现在他自己就被人言论专政 我听说是行政拘留15天 是吧? 那也糟了,我犯什么罪呢? 要行政拘留 对 犯违不检,如果嫖娼也真的是犯违铠扁 所以我今天 嫖娼你要证明那个真的是娼才行 对 你知道吗? 我刚才说过枪是难证明的 我刚才说过 所以我本来不想说,这个问题太无聊了 不过我想起香港有一些文化工资精英 长期回大陆找着吃 是吧? 他们都在散播一些亲西方的自由派言论 我怕他们迟早又被人敢冤 所以想一想,都是做功德 救香港某些曾经北上或者正在北上的工资 我就觉得你真是莫大功德的 不如这样,你先讨讯一条戏 不然有人轮到你 不轮到你 别人指着我 不要紧 我觉得财子你先讨讯一条戏 我们休息之后 再平心静气再评评这件事 人结地零 光明顶 指点江山 笑傲江湖 光明顶 陶杰 逢之征 成梦陶先生今天公开了我们电话之间的对话 其实我也很同意陶先生所说 说真的 这个叫嫖娼也好 嫖妓也好 嫖妓也好 其实不只是在文化和艺术界 其实很多人都有 你在大陆里面 好像在很多不同的工程师 或者从事各方面的行业都有 那为什么独独是这一位的钢琴家 又不是很多人都有 所有男士都很害怕 你说很多人都有 我觉得这一件事就比比街市 在这一方面深层子看又有什么可以可圈可点 我自己就觉得 这个是长年中国人社会歧视民史哲伪这些文科的人 现在大陆日报 胡适老讯个个都有份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 是因为做北京大学国民教员的时候 就被指嫖妓 不只是嫖妓的过程还玩sm 商及人家的妓女身体 于是就被开除 当时校长蔡元培和胡适都出面 跟她讲情 你又不见地质学家竹可征 这个物理学家叫杨真玲 其他科学家就被人追杀这方面 云人工资 你找多两个钱又说你不容逐 到时局紧张 就要你第一批行前线被人杀头 就叫有风骨 太平盛西 个个男人除了陶杰都嫖妓 逐独是文化人 包括这些音乐家 就被人拿出来示众 这个是对中国人社会 对文科的人那种贱事 对不对 其实也有一个科学家 都试过嫖妓被捕 其实那个就是我们小学书 经常有的达文西 在14世纪1476年的时候 试过嫖妓妓被指控 但我们今时今日还放他在小学书 还有西方文理科都均衡分配 好像这个叫电脑学子组 Alan Turing 陶灵 就在伦敦的厕所 跟那些男技搞事被人抓 那时没办法 那条法例是这么同性戀 好了 还有意大利导演Pasolini 哇厉害 就在街上被男技用枪枪 是枪杀 是吧 这些一定别人预了 是吧 但是很有趣 是要这些高院童的激素 是刺激他的灵感的嘛 但是我发现共产 数学家会计师不用 喂 你这些科要啊 你知不知 我发现共产世界里面 有好似譬如列宁 列宁本身都据文 他都 就是 这个 嫖得很厉害 到最后有梅毒 但是 不过你又没有人 特别去提出的 嗯 你不要说梵高 这些艺术家 甚至乎跟儿童很关系 譬如安徒生 儿童文学 安徒生 都在他的传记 和被人报道上 都说他有四次嫖妓的经历 虽然没有人说他里面做些什么 他经常声称自己进去 只是讲故事而已 但是 连安徒生的童话作家 都被人抓过嫖妓 看上来这个是不是文人的一个牙庆来的 陶生 好了 你现在李云迪就被人这样抓 和那些什么中国音乐家协会 马上随名 都未知是否冤枉 是不是 看他那些演奏 就全部落架 我问你 陪瑶果记那些老顺胡识 旭达夫 那些是否应该一律列为禁书 以免危害国安 对不对 如果这班人 你自己培养出来 列了禁书 我们小学的教科书 没有什么剩下的 没什么剩下的 没什么剩下的 就过来英国读 bording school 现在primary school 都收了 没什么损失的 有钱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那些蓝丝家长 早点醒目了 对不对 看东西看东西看长远 对不对 所以再加上那些大妈在告密 现在还有北京就是朝阳大妈 我问你林郑 什么时候香港就成立了一对北国大妈 就专足那些高官地产霸权那些 因为现在AO 现在针对AO 是吧 捉一下他们有没有做坏事 做其他那些就拉进去赤柱了 对不对 现在上面说平均分配财富 下面即是有人说要跟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捉你们好运 以后那些总会那些东西 我想都不用开了 不止有这个旺角国区大妈 你搞到百业萧条 这些东西搞到 所以上面那些东西很奇怪 我觉得不值得我们这些人去评论 你评论也不知道什么真相 李文迪亦不得帮 因为这人人缘极差 早年就请个彭丹出来 去一起出席一个公关活动 之前就在那儿求别人出 然后之后别人问他就是说 我怎会跟一个中年女人同台 结果彭丹这位非常野火的艳星都顶不住 于是今次说他乐有乐部 你李文迪亦都是 你在那边拿了个奖 然后加入来 跟那些一般明星做消费品牌代言 他自己也被人踢爆 说琴艺日益退步 又失常又不记琴谱 是吧? 那他可能精力用错地方 所以就没时间了 那些血液在另一个部分 这个是杖刚来的嘛 人才都变容才嘛 最后那些人就变成鬼咯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完全无厉害 对不对? 你说是不是无厉害 但现在李文迪不叫钢琴家 近日他在北上大湾区唱歌 他那些披荆斩击的哥哥称那些 其实已经不可以再当他是钢琴家 但问题就是这个图图我们还要很久 你特区政府要查一查 你那个大陆尖指引入人才计划 有没有他找 要不要吊烧 你给了个香港永居权 是不是要跟着中央 他要把他吊烧 要查一查 对不对? 你不要影衰香港 你知不知 现在大陆13亿人给这个道德败衰 难道你林郑就抱着他? 嫖娼就是不用吊烧身份证 现在我都说不需要 但现在你按照国情做 所以这件事是怪事 我一早就开头说过 李云迪嫖娼有什么出奇呢? 我简单 我这个完全是假设 如果你说林郑的老公去嫖娼 正不正常? 正常都不正常 但如果现在给他的对家拍到相 你不一控而上 现在 谁想入习?下届选特首 如果遇到 拍到 现在的特首老公去嫖娼 那就会用数以百计的火力 去政治渴染 所以你加入去谈论 就已经你自己 吸了入一个政治的黑洞里面 在一个排局里面 现在我们就不需要谈论李云迪了 因为我们先谈论新闻 新年回去继续 没有油 有关系 是的 带来 选择 要 authors